三位日本科学家因为发明了蓝光二极体 而获得了纪念的诺贝尔物理奖 其实蓝光这两个字在我们生活中 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 大家似乎对它们都很熟悉 到处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光源 当然更谈到了发光二极体 也就是大家更熟悉的LED 更是普遍出现在各种电子产品上面 但经由这次获奖 我们才了解 哇 这个产品对我们的生活 已经改变了如此之大 上个世纪 我们是依照爱迪生的发明的灯泡 做我们最主要的各式的照明工具 它可以变出很多的形体 但它们非常的耗电 但是透过了LED之后 它可以发生各种的变色使用 而且非常的节能 因此这个世纪可以说是LED的照明的革命 而这三位科学家的贡献就是如此之庞大 当然意外的是 其中一位在美国执教的科学家 竟然也尽这个机会批评日本社会 对于所谓的创新不够鼓励 在很多厂商眼中 创新只是一个发现的工具 而创新的科学家没有得到足够的鼓舞 换言之 这次诺贝尔的物理奖颁发给日本科学家 能不能改变日本科技工业界 对于这所谓的创新发明的一种看法的改变呢 恐怕更是这次得奖的另外一层 必须深刻探讨的意义 我们先来看看蓝光究竟改变了我们多少 点上钻石面纱 东京铁塔不应黑夜降临而沉默 整棵天空树同样也是越夜越美丽 因为光 东京每天上演绚烂的灯光竞赛 而史上二次灯光革命 正式出现在日本 备受瞩目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今年一次颁给这三位日本教授 明镇大学教授赤其勇 他的学生英国大学教授天野昊 和加州大学的忠存修二 得奖原因是因为他们发明了蓝光LED 进而催生了更明亮的白色光源 蓝光LED随处可见 香港战中的鸡海场景 这一幕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但过去为了找到它可费尽 千行万苦 光的三元色红绿蓝 其中蓝色的发现足足晚了三十年 这是蓝色发光二极体发出来的光 当初这一道光的诞生 完全是纯属意外 三位得奖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年仅五十四岁的天野昊 是最早看到它的人 最早看到它是最美的结晶 我真的感到感到感到 1993年的某天 实验窑突然故障导致温度不足 没想到低温中竟意外制造出蓝光LED的结晶体 这一大发现也终于凑足了三元色 蓝光LED是照明之源 有了它三元色能产出任何颜色 包括照明用的白光 然而这场实验室的灯光革命 却也折损了不少日本研究员 最初的时候 最初的时候 我当时没有人生的参与 都没有人生的参与 所以我会继续辞联络 所以我会继续辞联络 这样的状态 我都没有想到这样的状态 白髮苍苍 他是天野昊的教授 也是三位得主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高龄85岁 一辈子都在追着光跑 十年寒窗五人问 一举臣名天下之 得奖那一刻也道尽了他的心酸 但是这真的是 如果想要做的事 就做得到 真的就是做得到的事 最重要的事 日本研究圈备受限制 因为性别或年龄 而有差别待遇 我会认识自己 而三位得奖人中的中存休二 十四年前移居美国 成为加州大学 巴巴拉分校的教授 末午六年 早已在美国闯荡多年的他 甚至批评 在日本研究员没有自由 就像业务员 现在因为发明蓝光而得名 寿风蓝光之父 甚至和赤其勇 天野后并列为现代版的爱迪生 而他们的发明蓝光LED 如今早已无所不在 马路上的耗制灯 汽车大头灯 走进3C用品电 从DVD光碟片到手机电脑 都用蓝光LED 寿命长耗电少的特性外 还有个用途就是改变照明亮度 装上LED灯的温时菜园 或是摆上蓝光LED的水乳管 春尾只能长火 冬尾只能短火 正在冬天转 所以鱿鱼们感受到这些 南光LED和我们的生活 早已密不可分 且创造的经济效益如此庞大 或许都是这三位发明家 未曾料想过的结果 日本人嗎 很厲害 很厲害 同一個日本人 這三年也沒得到 日本至今誕生 22名諾貝爾獎得主 然而在獲獎的那一刻過後 就像過去得獎的科學家一樣 三位新科物理學研究家 轉個身 又回到那個熟悉的崗位 繼續在實驗室裡 開啟第一場無聲的革命